如否麻坡一名父亲染指未成年的轻生女儿 还导致女儿怀孕 他今天在法庭面对八项强奸和性侵罪名的时候 俯首认罪 被判处218年监禁和75下边刑 根据控状41岁的被告是在2020年第一次性侵 当时只有12岁的轻生女儿 之后两年多来还多次强奸和性侵她 虽然受害者曾经尝试更换房间的锁头 来躲避父亲的狼爪 但是事与愿违 父亲还是找了法子进入她的房间 而女孩最后一次被父亲性侵 是在今年的6月5号早上的8点钟 而这样的悲剧一直到女孩到学校进行体检活动的时候 才东窗事发 据了解女孩上个星期已经在医院诞下了一名男婴 再次进行体检活动时